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MyColor,我是小耀的 今集我的題目就是追星 究竟如何為之追星呢? 我覺得每個人的定義其實都不同 我的話就會是燃燒你的金錢和生命 好抽象,但其實我是認真的 每個人的難力都不同 尤其是在你追海外Idle的時候 更加不可能每個人都有能力去飛過去 所以究竟是否真的要親身看到那個人才會追星呢? 我覺得不是的 最基本的一點就是 真金白銀去賠錢去買官方的產品 注意,我是說官方的產品 即是它有出碟的話做買碟,它代言的產品如果是有能力和適合用的話,就盡可能買 因為有時候你一顆星代言車,就像我這些,又買不起車,又不會開車,買來沒用 我又覺得不需要初回,日版,台,DVD,Boo Ray,所有版本都買完 雖然我是這個人,但真的不好,一隻都不買 如果還是學生,沒有錢買齊這麼多個Single,那麼多隻Single和Album 最低最低限度,我覺得都要儲錢買一隻台額的Album 因為台額的話做便宜過日版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官方的Goods,無論多樣子都好,麻煩你先買了官方 例如今年的Story Tour的Shopping Bag,我都買了回來 我對於那種口說,很喜歡所有節目,訪問,雜誌,網上的雜誌截圖 全部都看完,但是一件官方的產品都沒有買的人 其實我都會稱之為白票,而不是Fans 因為保理其實是很簡單的,你不給官方錢 公司就覺得他賺不到錢,他不能賣 不賣,那我為什麼要去培訓你這個人 我為什麼還要你在這裡,他自然會消失 即是你追班Gumi,追廣播,追得幾貼都好,而你不買他任何東西 其實是沒有用的,是完全性沒有用的 所以多多少少都真的去付錢去支持你所喜歡的Ido 這個對我來說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至於班Gumi啊,廣播啊,那些是不是一定要全部看完呢? 是不是所有雜誌報紙都要買齊,然後一本一本做好所有剪業呢? 那你不做這些,算不算不是Fans,不是追星呢?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所謂 即是看看你自己個人的能力,時間,以及可以儲存的空間 我現在其實,坦白說,我不是追得好貼的那些Gumi 我可能是幾個禮拜才一次過看那些人 那些人來的,陰班的話,租未必會遵等直播 即是可能是時候,那晚看回,或者甚至第二天才看回 讀書的時候是追得好貼的,學生的時間,有時間 那現在還未必追得好貼的 所以如果在這個層面來說,其實我真的覺得我不是追星的 至於用生命來承接,我想每個有追海外IDOL的蛇畜 都會有相同的經歷 畢竟,作為一個蛇畜,你任何生日有限 所以我每次都會用最大可能,用最少的日數去看最多場秀 或者盡可能是不請假的 所以,UO624和UO623簡直是經常出的好朋友來的 那很多時候,我的行程是怎樣呢? 下班,入機場,上機,睡覺,下機,排歌,看演唱會 之後再入機場,上機,回到香港,上班 好像很瘋吧? 但是這樣可以欺負一些假期 你欺負一些假期的時候,你就可以有機會再多幾轉 最瘋狂的一次,應該是我在日本逗留不超過36個小時 下機去看一場表演,然後再回到香港 我記得當時在日本機場出境的時候 要經過那些海關的關稅關卡 然後那個海關叔叔在那裡問我 你有沒有拿樓行禮呢? 因為我只拿著一個手掌包 一個手掌包 然後,不要啊,只有這麼多了 另外一個比較瘋狂的日程 我看回我自己歷年齡 是在三天之內看五場表演 為什麼在三天之內看五場表演呢? 就是,第一天晚上看一場演唱會 第二天晚上我在Yokohama看演唱會 然後晚上講回去第劇 看一場舞台劇 第二天晚上我又在Yokohama看演唱會 然後晚上講到東京東看另外一場演唱會 之後呢,就是入雨天回香港 現在回想起整件事都很青春很crazy 為什麼可以做到? 青春真無敵 我現在是做不到的 我真的覺得很累 我現在這樣看都很累 為什麼可以有這種精力去做呢? 我的追星定義大概就是這樣 算不算有說過 都算有說過 金錢、生命 其實真的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來的 最重要的是 課金 課金真的很重要 你不付錢的話 就算吧 大家不要說話了 因為追星這個題目 其實我要說 就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說的 但我又不知道自己應該用什麼方向去說 所以在做一段時間 我在自己的Facebook和IG story 就收集了各種的問題 就看看大家想錄聽我講什麼 所以剩下錄的時間 就是一個回答題文的環節 第一條就是 試過有什麼其餘 見過最幸福的凡散是什麼? 這個問題也不錯 到目前為止 我接受過最幸福的兩次凡散 都是我帶子給我的 我帶子是Hey Say Jump的索雲泰 Yabu Quarta 在另外一段時間 要跟第一次聽我的節目朋友說 我對我的推動 通常我都會用阿仔 來稱呼 希望大家不要見乖 第一次就是 他在C-Zone來香港開演唱會 在All Last End Call的時候 他們會沿著I-Zone來香港開演唱會 和大家說再見 而我的位置是在小舞台前面 而我前面什麼人都沒有 就是我、蘭剛、小舞台 當然啦 蘭剛和台之間都有一段距離 當我大仔走到我前面的時候 他是蹲下了 對象和我四目的雙頭 然後笑著和我揮手 就是我一段距離 那一段距離 其實時間也不太長 頂盡都是十秒左右的時間 但是這個畫面 我可以在我的腦裡 一輩子 你問我現在一說 我都想起 我兒子蹲下 四目的雙頭對我笑 真的好感動 而且很開心 另外一次參戰 就是Jumping Car的大板板場 那一次的座席 就是在面對舞台最右側的Stan的六年 以視野來說 其實不是太好 因為最側的 是看不到整個台做什麼 連電視機都看得很辛苦 但是這個位置就是 當你的花車一出的時候 就會馬上看到你 而且那個視線是水平對幕的 在第一次花車出來的時候 我兒子是在我這一邊出線 因為它有左側和右側 所以是兩邊各開一輛車的 那時候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我兒子很快已經看到我的線 然後給我煩惱 所以已經很開心 其實是 到了Encore 好像是Encore的時候 他們坐著花車 扔簽名波 而那時候我兒子的車 還在我對面 即是面對舞台計的 左側那邊開的 由左側開到我這邊最右 就是我這邊最尾 其實那時候也想到 算了 都不會拿到的 那輛車走到過來 我這邊什麼都扔掉了 怎麼會還有 還有在那裡 那都拿到千多 不是 都拿到煩惱 其實都已經開心 在開球的時候 所以都沒有求什麼 誰知道 誰知道 那當車子 到我們面前的時候 就看到兒子 就指了自己一下 然後再輕輕地一拋 那那千多球 就落在我的手上 那一剎那間 其實我還沒意識到 發生什麼事的 我是看著自己的球 即是呆了 看著手套上面的球 再看著兒子一眼 然後再看著身邊的朋友 和英花妹跟我說 我什麼多的時候 我才知道 我真的接到兒子的千多球 而且不是搶回來的 是他指明 親手扔給我自己 那個感動是 是極度興奮 和不敢相信的 很多時候是 你拿到千多球 都是要盡 你全身的武功 去搶回來 而 對 他是真的 交給你 我簡直覺得 我用了人生 一個很大的套 才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 往往我一直以來 都要看兒子 你所有的照片 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喜歡兒子 至於 我本命 唐寶光一 裝傻 其實就沒有了 他經常都說 Mien 是看不到我們 但是也算有一次 叫其餘 的一件事 如果聽眾 都是聽香港的演唱會 或者追香港的偶像 未必會有這個習慣 畢竟香港人真的很實際 不會花很多心思 在參戰這個層面上 在演唱會 最重要是在移動方面 T恤、牛忌 是一個最好的良判 但是追日本不同的 你參戰就等於去參加一個Party 或者去參加一場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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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會很悉心地打扮 或者在演唱會的film 去想一些比較合適的衣著 在我個人的層面上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不想拒罪他們 我不想讓其他人覺得 喜歡他們的人 是一個巴薩 雖然我不是什麼美女 但至少我都希望 給人感覺是一個Chalet 不好意思 說遠了 先說回王子達人 那次參戰就是在鮮韓場的一場solo concert 那一年他有首歌叫做Akashi 裡面的女舞蹈員的打歌 超級碩士 而且是很中我口味的一套衣服 因為Johnny's的演唱會 其實全部都是臭鼻 你不能買指令的座席 那是真的全程定價一致 然後看看你自己的運動 是抽中了什麼 而我是很幸運 抽中了Aleena 那既然抽中了Aleena 那我就決定很薄盡地 做了那套女舞蹈員的衣服去參戰 那也都因為這麼薄盡 成功了 所以我會看到Condon和Pawo在MC的時間 會去花道中間 是一個比較接近我的位置 那你要知道 其實她平時MC 只會在主舞台 其實是不會走出去的 而且根據其他有參戰 其他場次的朋友回報 是唯獨這一場 她們才有走出去去花道去進行MC 所以我相信一定是因為我 這麼過盡 她們才走出來 Jazz Up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 好 那說完了 這裡 這條問題 好 下一條問題 下一條問題 是追星追到入院的經歷 哈哈哈哈 這件事 我想我這件事 我這件事 都不會忘記的 這件事 發生在13年 News是貼複公的會外的演唱會 在那一年初的一個同任活動上 我還給了一個妹妹搭散 妹妹說自己很喜歡News 然後我們就交換了SMS 在News她們決定開啟Coin的時候 妹妹說很想去見她們一次 那我就說 我抽菲抽到你那份 結果是抽中了 那第一天就相當無事地度過了 那第二天 演唱會開始了大半小時左右 其實開始有一點風雲變色 但是大家有參加過野外的Coin都知道 除非是情況極度惡劣 如果不是都是繼續如天缺行的 那最多是穿著見雨衣 繼續看 但是呢 很不幸地 情況就真的越來越差 最後呢 是要腰斬的場景場會 雖然呢 很不開心 但都沒有辦法的 安全第一 所以我們只要等工作人員的指示安排 那在等的時候 一場雨做越來越大 而我身邊的妹妹都覺得不舒服 那當時我也沒有太懷疑的 就是看她不舒服 叫她坐下來 休息一下 還有給她一些毛巾包處 讓她不要難生 那在繼續等下等 突然之間呢 那妹妹暈倒了 我是嚇到外了 那立刻找人求救 而身邊的櫻花妹都很豪心 立即幫我找了一個 staff過來 那一起搬個妹妹進室 那等她不用再淋雨了 那進入室內之後呢 那 staff 幫我妹妹做了一陣子 急救的妹妹醒醒 那為免妹妹再次失去意識 那其實我全程都不斷跟她說話 令到她可以保持清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Clock Blue這套入劇 那Clock Blue其實有說過 在大型事故發生的時候 日本的救護員是會為每個患者 去扣上一個色別的手帶 那上面有綠色、黃色、紅色、黑色 四個標籤 綠色則表示患者的情況輕力 黃色則是中度 紅色是嚴重或者危害 黑色則是死亡的 而當時那個妹妹的情況是黃色的 那等下等下等下 事件之間呢 那妹妹又再次失去意識 那我也很害怕馬上求救 那救護員就說 做理由救護車過來的 首先移動那個妹妹在會場外面 那救護車一來到就可以馬上上車 那他到會場外面呢 都是繼續等 因為這場武功雨來得很特別 會場裡面其實很多人都患長了低溫症 要需要救護的人數其實是很多 當日日日報紙其實都有報道這件事來的 當時在等待救護車的時間 有一個救護姐姐又再次逐一去檢視所有患者的情況 所以她去區分一下哪些人要上救護車 哪些人可以再等下 那在護士姐姐檢查完之後 她再撕多了一腳 她的妹妹手上的色別狀況 由黃色變成了紅色 當時我是嚇到不斷地窮走 我整個人是很無助的 很害怕 我和這個妹妹只是在一個宜貝上認識 她的真命 她的家裡的狀況 她有沒有任何病歷 她有沒有一些隱性的病患 其實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害怕 她會不會這樣失去別人的女兒 她的狀況是紅色的 如果她有什麼長期病患的話 那怎麼辦 整個人是很害怕很爭 救護姐姐不斷跟我說 妳要冷靜 妳不好的 因為這裡只有妳可以提供她的資訊 如果妳也不冷靜下來 是沒有人可以幫到她的 所以我都很努力地自己靜靜下來 大概等了半個小時 就終於上了救護車 但是不要以為 上了救護車之後 是可以馬上去醫院的 日本呢 其實他們的急救服務 和醫院是分開的 上了救護車之後 那個急救院 是要在逐間醫院 打電話去問 妳可不可以收留這個患者 那如是者呢 我又在救護車上面 等了大概九個小時至一小時 終於有醫院行收她 救護車才可以出發 而我在車上 其實我真的看著時間 一分一秒過去的時候 我是極爆大 即是妳的狀況是紅色 妳的狀況是紅色 而妳的狀況是1分鐘 請醫院來得到 這個合適的治療 即是妳的危險再高多1分 是是 在當前六萬七鐘開車的時候 我心裡開始 的那些 然後就馬上 去急病座 去教訓練了一段時間 那麼 那妹子 過幾兩個小時之後 那妹子終於那一班 而她醒來很安慰、很友善,她是很清醒的 亦都不見她有什麼大礙或後悔症的痔狀 醫生就說留言觀察一晚,如果沒什麼大礙的話,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在這個時候,我個人才可以鬆了日後氣 至於時候,其實也發生了不少的事情,是令我一個人崩潰 亦因為這樣,自此以後,我沒有再跟這個妹妹來往 不過就不再說了,不然我想我可以再說多差不多一個小時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言,我會在Patreon回覆 如果你是遇到留言的話,我是不會回覆的 不過經過這件事,我很明白到,旅遊保險是一定要買的 雖然其實我本來一直都有買 因為在日本的醫院份一晚,是成為兩萬多港幣的 而當時,由於那妹妹沒有錢,那住院飯是我會給的 最後,她媽媽也有付錢給我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買旅遊保險 真的很重要這件事 好,下一個問題 遇過的好人好事 做了這麼多年Benz,雖然有不開心的地方 雖然也會有 好像剛才說到那妹妹激到我最後情緒崩潰 從此沒有再往來 但也遇上不少好人好事 最記得最記得的一件事就是 當時還是一個說大家自己做網頁的事 和留言板的年代 在那時候,認識了一個台灣同樣都是康山本名的姐姐 雖然大家素眉莫面,但是很好聊 是一個很親密的男朋友 在2020年的時候,Kinky出了一隻叫Joism的DVD 當時還是窮苦學生的我,其實買一隻日版的DVD已經支出很大 沒有多餘錢去買台額 但是當時我又不是很懂日文 很想要一隻台額的DVD 台額的不是DVD 台額的不是DVD 台額的是VCD 你看字幕 當時人數有跟台灣的姐姐說過 很想要一隻台額 但自己又沒有錢買這樣 然後有一天,台灣的姐姐寄了這隻台額的VCD過來送給我 叫我好好的努力應付公開考試 收到的時候是有種受寵藥驚的感覺 沒有想過一個是完全沒有見過 大家只是因為同淡而認識的一個姐姐 會送一隻VCD給我的 這件事對我來說其實都影響很深的 之後人大了,有經濟能力 如果遇到一些合談的妹妹 又知道她喜歡追加的時候 就會很自然地送一些購物照片 周邊的照片給她們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我也很感恩 一件事就是我身邊不少好朋友 其實都是因為J加2而認識 所以我好像很獨立地 經常自己一個人飛日本 但其實去到日本之後 很多東西都是有朋友幫我去整理打點的 如果沒有他們 其實我是沒有可能這麼愉快輕鬆地追悉 所以這麼多年來沿途幫過我疼我的人 我真的很感恩 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遇上到大家 最初誰令你只有喜歡卻紋身起要追的年頭 很簡單,唐本光一秒可以 不會有第二個答案 有什麼理由會吸引到你維持一個長時間的熱情去追 怎樣去應付身邊的人反對 甚至會罵你的人 這個問題也不錯 答了第一個問題 有什麼理由可以長時間維持這個熱情 很簡單 因為愛 應該怎麼說呢 可以說是一種精神寄託 我很喜歡日本演唱會那種 大家一起去創造一個空間和回憶的感覺 不用問為什麼要看這麼多場 除了很想看到他們幾面之外 其實每一場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你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觀眾 而是你參與其中的一個共同創造一個一期一會空間的人 而無一次其實我都可以在他們身上得到力量和獲得治癒 所以這個就會令到為什麼我可以保持一個熱情去追去看他們的原因 至於怎樣應付反對追星甚至罵女的人 坦白說其實我沒有試過的 很多人 尤其是父母師長對子女學生追星的擔心 都是因為怕他們會影響學業 影響前途 而我就是因為不想那些人有這種理解 反而我是更加努力去讀書的 有聽我的中學生活2.0的聽眾都會知道 其實我回考成績都屬於中上 其實當年回考的那一年 就是Kinky第一次來香港開演唱會 為了可以去看演唱會和證明追星是不會影響學業的 我是更加努力和備心地去讀書的 至於錢方面的問題 做一直都是我用自己的錢 所以我父母也都從來沒有過問過我的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 其實我父母從來都不知道我去日本是為了看男人的 他只是覺得我很喜歡日本 所以經常飛過去的 我覺得其實只要不要因為你追星而影響到其他人 以及掉下了你應該有的基本責任的話 應該不會有人去說你的 如果有人說你的話 你也證明給他看 其實追星不是一件負面的東西 追星是可以令到你變得更加好 對 就是這麼簡單 下一條問題 各地追星的不同 和令你不習慣的地方 其實我這麼多年追星的都只是追Johnny's 因為兩年前的全民造星的關係 香港有一對MIRROR的組合 都叫有追香港的IDOL 兩地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個我會說是商場的安排 雖然Johnny's是沒有商場表演的 但偶爾經過Ikebukuro的Sunshine City 都會看到有一些IDOL的商場表演 會發現兩邊的處理方法很不同 在日本的話 其實他們會有整理券 即是派籌給粉絲的 用什麼途徑去拿到整理券 我又真的不太清楚 因為我沒有追到那些IDOL 但是會有整理券 然後他會有一個地方給你 不用太早的 可能去到那個活動開始 一個小時前才會給你 到活動開始 差不多時間 因為通常整個商場表演的活動 都是中庭這些位置 他們就會有工作人員 帶整班粉絲去中庭的指定位置 首先我真的不知道整理券是怎樣拿 或者會不會很難拿 這件事是後話 至少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其實對商場或者對粉絲來說 其實事情都好很多 即是你不用在香港 你去開商場表演是怎樣呢 就是你早上去霸定位 即是說你可能在商場摘營粉通宵 或者是早上四五點六七點 總之商場開了之後 就在這裡等到表演開始為止 而中間是 商場的工作人員 都只是跟你說 你不要佔那麼多地方 你站起來 但是不會有一個鐵序上面的管理 那都是只靠各個粉絲之間的 大家互相協調和整理 而因為你要是很早 甚至過夜去霸位 還有因為香港是會 是容許拍照的 而日本是不容許的 最多最多都是拿手機拍照 而且不會讓你拿著一枝炮去拍照 那因為日本本身是有超像權這個問題 而超像權是屬於公司的 所以在沒有允許的情況之下 是不准去拍照的 但是香港沒有這件事的 還有香港官方不拍照的 所以我又靠朋友自己去拍照 那你又有相機 又要過夜 那你就變成有 大家會有一堆椅子 有一堆各種的求生 我都是清朝的求生用品 那你整個商場的畫面 其實是不好看的 那日本這個處理方法就是 那個商場環境都 是的 繼續保持整齊 帥仔 而FANS來說 你又不用真的說 你要捱奸底夜 那樣 或者你那個人都還沒睡醒 就要衝出去排隊 妝都還沒化好 頭還沒設好 衣服還沒襯好 而且你也都因為要 為了自己方便移動 你又不可以 作出一個很精心的打扮 你沒有辦法去踩著 對斗令山走過去的 對 你整個行動 是有一點是 要以你方便移動為基準的 但是日本那邊就是 大家都可以繼續做一個很精緻的打扮 優雅 美女輕鬆地去見你的套套 那這個是香港和日本很大 就是我觀察 而很大分別的地方 那 我都希望香港的商場 可以考慮一下這方面的處理 對整個商場的環境也好 對粉絲來說 又可以不用這麼辛苦 當然 你一排整理卷的時候 整理卷又會是另外一種爭奪戰 如何公平地排整理卷 也是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 各樣東西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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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失的 我們看看 取捨 另外一個 我很不習慣的地方 是 就是 接送車 又或者接放學 這一點 當然 追香港星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 習慣都會知道 以前四大天王年代 我沒有追過 那些人都會在電台 電視台 門口等 等 追車 是香港追星的日常 但是 你追日本的話 這件事是不允許的 正如我說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追追加的 那 Johnny的規矩 真的比較多 例如 你絕對不可以在他公司樓下等他們 這件事是絕對不允許的 甚至你知道他在拍攝現場 在哪一集拍劇 其實你是不允許的 而且你不應該走過去等 除了一些比較潛規則 批准了的Damachi之外 其實他們離開了舞台這個環境 或者總之他是一個 非正式可以和朋友見面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不應該去打擾他們 所以最初的時候 都在說去什麼地方等 或者 譬如你的商場表演完之後 其實大家正常來 即是在日本你會散 然後去吃飯之類 但是香港不是的 你這個商場表演完之後 其實你就會馬上去停車場 之類的地方 去送他們車 所以我最初是有點不習慣的 還有 不是這樣見完之後 做完 原來是要 是會追到停車場 去下面等 對我來說 新鮮的 對我來說 還有不習慣的 對我來說是有一種叫做 文化衝擊 好還是不好 沒有 如果你是粉絲眼中 是比較容易接觸 而且比較容易看到他們 畢竟規矩沒有那麼多 這件事是 在我的前提 我覺得前提就是 會不會帶給周圍的人 例如在商場裡面 對於商場這個環境 來商場的顧客 尤其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都是對顆星本人 會不會帶來一個困擾 如果 不會為他帶來困擾 不會影響到他的話 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他本身 都不喜歡別人這樣等 或者其實 你這樣等 真的會令到 為他帶來不少麻煩的話 那還不好做 都幾乎的 很難說一到尺 我覺得 那另外 還有 還有就是 對了 有一件事 一直知道 但對我來說 都是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燈牌和手燈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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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其他 整個手燈 令其他人看不到,會阻礙其他人的視線 其實連你的頭髮和頭緻都不會射得太高 因為這些都是會阻礙別人視線的行為 但是香港不是 我想這件事也有一堆人覺得不好的 但是控制不了 也沒辦法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盡可能 有一個禮儀在 衛生哪些人都想一想 因為只是你看到其他人看不到 那你旁邊的人都很疼愛的 還有燈牌,燈牌這件事真的很香港 那香港特色我又沒有說喜歡不喜歡的 我只可以說這件事是很香港的存在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繁製的周邊和對範圈大大的看法 繁製周邊和範圈大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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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因為追MIRROR才知道有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發現新世界的一件事 繁製周邊 因為又是去Fundronix的世界 有潮漲權各種反權的問題 其實你自己做的東西 通常都是自己DIY的 是可以繼續說這件事 還有可能你自己買了一些周邊的物品 例如T-shirt、袋、袋 然後自己再加工DIY 再怎麼做得更漂亮 那還不會有繁製周邊的東西出現 而繁製周邊最多是 你童人牆裏出的童人本 又或者是一些童人的食物 不過都是比較低調 不會高調的出現 因為真的有種侵犯犯權的問題 但是在香港 好像這件事 其實以我觀察做應該是跟行團 大陸 即是六星都很流行這件事 我看到是 會有的 就是手複 有各種 透線 卡仔 這類的各種 繁製周邊 對 生日會有各種不同的 應援產品 小褲隊那些 其實真的很精緻 很漂亮的 出得 怎麼看這件事 我會覺得 它其實也是 應援一顆星的一部分 大家很開心 可以購買 不過 在我眼中 始終買東西 要有先後次序 即是 先買了官方 買完官方 買完代言 之後 才到大家自己的粉絲做的周邊 因為始終付錢官方是最重要的 至於繁圈周邊的產品 互相的競爭 嗯 我想人多多少少都會有的 但 無聊 我眼中 總之 大家做好自己的部分 用自己的方法去 去應援自己的兒子 自己的男人 自己的女兒 自己的女兒 也好 真的 建立一個有愛的空間 我始終覺得是 因為 追星其中一樣東西 是開心 無謂搞到自己這麼多 這麼無謂不開心的事情 至於繁圈大大的 其實 我不是很理解 和不太清楚 因為 在Journey圈裡 我不會說沒有的 但 不是一個很重要 或者 至少不會是一個很影響到我的存在 以前 未懂日文的時候 也會去看一些 那時候還有一個博士的年代 會去看一些比較有名的 現在所形容力 繁圈大大的 人的博士 去看他們的演唱會的記錄 去看他們的翻譯之類 但是 去到現在 或者在一些資源的網站 去下載一些 影片 CM 日劇 尤其是主要是 Banggumi 但是 你問 你不會有很多很大的影響 你最多可能是 熟和不熟之分 但是 又不會影響到你追星 畢竟是一個這麼遙遠的地方 而 Journey圈裡 你最主要的選舉 不一定你也不會 你最主要的選舉 你本身與選舉 而選舉 即是 選舉 每個人的選舉 也率是分別 當然 有些人比較 神值 比較容易抽到神職 但是純粹講述 沒有任何原因 或是因為親疏而有分別 我有聽聞過 在大陸追六星入面 他們會有一些比較出名的暫者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用這些形容詞 因為我真的不熟悉 去做一個應援 而暫者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成為一堆下面的粉絲而追隨的對象 例如你追星的時候 你都一定要追上暫者 然後暫者不喜歡星的時候 然後跟著他下面那堆人 都會一起不喜歡顆星 這個現象其實我是理解不能的 因為我喜歡顆星 我又不是喜歡你 那為什麼我要受到你的說話去影響呢 除非你們真的很親密 他做了一些很越軌 或者很過份的行為 如果不是純粹因為一個個人主觀情感的爭戶的話 我又不是很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些是對我來說一個理解範圍 我這個世界以外的東西 所以我都不懂得 那跟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脫份轉黑然後回踩 這個情感我都不明白 因為其實我追了這麼多年星 簡單介紹一下 我大本名是King King Kiss 我經常說的王子大人是唐半光一 我真的超級大大大大本名 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是會用兒子女去形容的 我是一個比較媽媽的心態 他最聖就算這個王子大人也好 我是一個極崇拜的心態 而我很佩服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為什麼他可以不斷進步 為什麼他可以不斷進步 他可以不斷挑戰自己極限 而我自己是很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像他這樣的人 我沒有對任何一顆我追的星星 是以一個戀愛對象的心情去追他們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理解脫份轉黑這個心情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以一個男女戀愛關係這種心情去追星才會容易產生 這種所謂脫份轉黑的情緒 因為你有多喜歡就有多恨 恩愛成恨 但是我會覺得無需要 又或者其實想藉著這個機會去講一講 我希望每一個Fans 其實大家都可以清楚自己的定位 就算那個星的人設是大眾情人都好 大家都要清楚 其實這一個都是一個Fantasy 你是沒有可能去成為他真正身邊那個人 當然這個世界上又好像有一些例子 只是有Fans很努力去追自己的Idle 然後成為了他的妻子或者老公 那是有的 如果你是有這個夢想而去奮進的話 那我也支持你的 但你首先你要是你真的不是純粹幻想 而是你要去付出佬 所以你會不會成為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好 打入他的圈子也好 而不是純粹坐在那裡想 然後有一天他拍拖 他結婚就覺得他背叛了你 大家都要清楚知道 其實你所喜歡的形象 是他在螢幕建立你的形象 你是沒有了解過真正的他 除非你努力地去到成為他身邊的其中一個位置的人 而當你在他身邊的位置 你認識到真正的他 而你再喜歡他 而真的戀愛的時候 這是另一件事 我有脫份的經歷呢? 是有的 最近就是Lews的首月月日 應該叫做前組員 或者你會覺得你這樣說 是因為你未脫過分 未受過傷害 所以你才這樣說 其實不是的 我最近才剛剛經歷了一次 很痛很痛的經歷 我自己剛才說過 我喜歡Lews 而在Lews裡面 其實我最喜歡的組員 是Tegoshi Yuya 我一直都用Lews去稱呼她 其實到現在我都無法解釋 有時候提起她 我都會繼續說Lews 她有很多負面新聞 大家如果去查的話 是會看到很多很多 那麼多年來 其實我對這些負面新聞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她本質上 我都覺得她是個好孩子 而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 她自己的做法 這些風風雨雨的花邊新聞 對我來說 看完就算了 直至她去到智叔那段時段 其實我都覺得是她值得罰的 我一次的IG post裡面 都寫過我自己的想法 對她的想法是怎樣 我會怎樣提議這件事 我一直都以為她會回來 最後她退寫了 其實都退寫了 那一刻我都想過 我會是Lews家 Tegoshi Yuya 去應援的 即使她出書那一刻 我真的過了底線 真的去到一個我接受不到的地步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她 而你可以唯一做的就是你離開 所以我離開 好痛 真的很痛 但是會不會覺得被背叛呢 我不會說完全性無這種情緒 但我不覺得我有需要去欺負她 轉後日或者不斷不斷在這裏說 她有多不好多不好多過分 因為我喜歡她的那段時間 她帶給我的回憶 她帶給我的勇氣 她帶給我的感動 那這些情緒都不是假的 是我真實經歷過 而我因為經歷過這些真實的情感 我才喜歡她和欣賞她 只不過是 去到現在這個位 不適合了 所以做分了手 可以說是 所以我選擇離開了 只是這樣而已 人的一生裏 都總有各種離別 脫份 都只不過是人生其中一場離別的問題 接著下去的問題 就是和中遠紅一的緣分 以及綠色和紫色 這兩個問題 其實這兩個朋友 是不會回答你的 你們都知道 其他人有興趣 因為時間已經去到52分 再說我可以多說半個小時 所以我也不特別說 有興趣知道的朋友 留言 我會回答這個問題 我在Patreon和Youtube都會回答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Tim哥問我為什麼 這麼討厭某一個藝人 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不會在節目裡回答 如果Tim哥想知道 你可以私下跟我說 我會再詳細跟你說 但是為什麼我要帶這個問題出來 又表明不回答 其實我想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 現在世界上 尤其是藝人 你一定會有你喜歡的藝人 也有你不喜歡的藝人 我想除了一些很明顯的 真是黑白是良知 你看到 那個小女孩被警察打去欺負 而你稱之自己是一個女性關注的藝人 女性問題關注的藝人 但你不發聲 我覺得這些是需要作出譴責的 即是公義層面上面 或者關乎公眾利益層面上面 這些人的批判和譴責是必須的 但其他這些層面的話 其實我不是很鼓勵 去營造一種複製的氣氛 網上的複製的氣氛 我不喜歡這個藝人 當然在他的眼中 是因為他有一些行為人格上 是我不接受 令到我很不喜歡 可能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眼中 但始終每個人對各種信息解讀都不同 我很不喜歡他 只是我對這個人 是一些大家共同擁有的消息 然後我所解讀出來的原因 最後令到我不喜歡他 也很主觀 未必完全是客觀的一件事 既然是純粹一個我個人主觀的問題的話 我就不會想在一個公開的平台上 私底下和一個熟的朋友 我是會的 但藉此也希望 如果大家都是有 一些很不喜歡很不喜歡的人 也好 不要在一個公開的環境 一個客觀的批判 我再強調多次 批判是沒有問題的 但去到一種純情水發洩 和抹黑的話的位置 希望大家不要做 尤其是這半年 大家都看到不少藝人 因為網上無理的批評 網上的欺凌 而結束了自己的成名 所以希望大家 在說話的時候 不要因為純粹一個網絡世界 大家不認識你 又或者是 這個是我的話 我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又或者是 因為對方不認識你 所以你不斷DM 用各種難聽 或者噁心的相片去DM 是沒有問題的 希望大家不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會想說 張森比己 你自己喜歡的Idle 被人這樣說 被人這樣抹黑你都不喜歡 所以 發任何的網上 一個公開場合上的發言 都希望大家可以三思 好 節目到這裡 差不多一個小時 下次再見 大家的留言 我會盡可能回覆 拜拜